喵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音樂少年 今天不得了了 今天大師出門了 我們掌聲歡迎簡少年 基於我們是一個專業頻道 何不請個專業的人來 你這個命如果不走這個行啊 很適合當陰陽師啊 可以有很多鬼手下 阿密頭丸 對對對 英春雨 他想知道什麼 還是你們想知道什麼 後面我們說 偷窺你們老闆的內容 後面有嗎 好奇怪 是想問後面的 好 其實不關心老闆 後面有沒有人 你這個我們製作人 算是很突破的人耶 就是他做的一切你都看不太懂 對 然後充滿了冒險精神 但最後還是不錯 就是搞不懂他邏輯到底是什麼 邏輯 對 所以我是不是寧願不要看他在幹什麼 對 你就是讓他做 對 你看不懂 不要管 今年事業很旺 明年 明年更旺 明年會升官 大升官 我要去哪 我要去哪 我知道所有的問題原有了 難怪我明年心臟會不好 哈哈 就是因為全部的人都在那邊 然後我就 你吼吼不住 氣炸 如果突然那個人命盤看起來不好 你要怎麼講 我就叫去拜拜啊 我說你這個拜拜不要用 算命沒有用 那有沒有你看過就是 攤開你看那個人命盤 哇靠天之膠質 有啊 就是看起來就是 你改回來啊 不用什麼 欸我蠻想要討論 探討富貴這件事 在命理學裡面說 這個人他會很有錢 比如說有些人他一千萬兩千萬就很有錢 對 但有些人到底一兩千億他覺得不有錢 所以跟底有關 他表現的可能是翻兩倍 翻十倍 翻一百倍 就看你的底怎麼樣 對那如果你底是一億 那就是一百億 曾經有一個人我說 哇 你這個月很發 你這個很發 他說老實說很過多雄班耶 我說那你上個月多少錢 七千五 那我們適合再擴大嗎 你說你的 你們公司喔 嗯 這個你現在是 為什麼他算命會有個氣場在旁邊 因為很認真啊 沒辦法嘻嘻哈哈算命太難了啦 沒有有一個紫色光環籠罩 有不知道有什麼 真的假的 對 北極星 啊 啊 我這個北極星 你已經死了 你已經死了 我覺得你 你要擴大這件事情 到我認為2024年之後再做會比較好 你2024年擴大的時候 如果有女生可能會太愛你 就是你可能會因為員工沒有這個 小花問題 那有沒有公關危機 有啊這個很紅 大家都知道 那可能發文發文說你就是 性侵大這些 我操 等一下不會啦 你人這麼好不會啦 哎呦 色色的 哈哈哈 高敏感 哈哈哈 員工就要摸我一下 我就好像抖了一下 他說他性侵我 哈哈哈 就應該說你那時候會 大家都在看你 你會發現所有人 都把目光放在你身上 所以還是會健康就不好了 健康上面 就要注意腰啦 對 腰 腰跟 對注意腰跟心 主要還是腰跟心臟啦 尤其心臟我覺得你要很注意 但你心臟真的出問題 你也是43歲後 會比較顯著的有問題 沒事嘛 要活到43歲後 我們懷念他 那如果我中間突然轉行去做 陰陽師阿彌陀丸 如果你做陰陽師年 2023年的時候應該不會是桃花莎 而且你會跟狐仙有關 狐仙 對你會有狐仙的手下 狐仙感覺很正 我對於這個一般的 服務類犬的科動物 有沒有種特別偏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你換說這話 讓我有點驚嚇 會不會其實 是動跑協會其實 哈哈哈 這個人藝銀 狐仁 這個人不是藝銀 你已經剛剛展現出你的偏好了 我有點害怕 不要這樣啊 好 陰陽師陰陽師 陰陽師到底幹嘛的 陰陽師其實就是說 他可以開企業 會有很多靈體跟著他修行 然後你可能就坐在這 他就說今天有什麼問題 他說我男朋友最近都聯絡不到 你去叫他男朋友打給他 好 然後就去他男朋友 然後在晚上睡覺的時候說 打給女朋友 在這個人類的生活當中 我蠻常扮演這個角色的 所以你的同事可以忽然間去他夢裡 然後難怪你被告欣賞 我到底夢裡嗎 其實我最近做的還不錯 陰陽師還有什麼厲害的 可以放符咒這樣子 古代故事也很屌的 就是官員跟安培前民說 你要不要示範你是陰陽師可以幹嘛 他說那好吧 他就拿一張紙然後往前扔 就是一個小人的紙 然後旋轉扔 然後碰到一個青蛙 那個青蛙就被拆扁了 他剛剛這個裡面放了一隻巨人鬼 在那張紙上 所以就把那個青蛙拆扁了 而且這個重點是這是歷史故事 你可以選嗎 你可以選嗎 沒有我曾經幻想就是 幻想過自己是法師 然後可以破門 然後這樣進去 你很適合做 但是我完全感受不到靈體 就做夢夢到的時候說 那你教我就好 我有夢過喝醉的人教我打醉拳 就是在廟裡面喔 是技工 然後還有夢過幾千個關公 幾千個關公是什麼 幾千個關公 我公司有一個關公巷 那那個是有一次我在拜拜 也不是我拜 是別人拜的 然後就有一個人起嘎 然後就進來跟我講 批發一大堆 然後那個時候 我相信那個時候不可能會有人知道 我是在做 會做雕塑 會做什麼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的人 然後就說 他要你做關公巷 我就把他聽的屁 我當下就覺得那個人他聽的屁 然後他就說誰 他就比著前面的那個 我就說我不會啊 他說你會 他說你是在做這個的 最屌的最好 後面就開始講 他就開始講 最後我要做這個 我就說我不會做啦 你要找要找那種 老師傅啊 柯神像的那些啊 他說他就是不要做傳統那種 他不一樣 他想要你做一個那個 我說做好要幹嘛 他說不知道 你問他 然後 反正當下我們就在那邊一隻 丟 然後就大概連丟了二十幾個想規 就倒是想規 然後就問問 然後做做做 好吧 那這樣做就做嘛 然後一開始就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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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七八糟 然後我就心裡就反正說 靠媽的 就是公公的要怎麼做 就是也沒有 真婆可以看 也沒有人教嘛 然後怎樣 我當天晚上做夢就夢到幾千個關公 各種樣子 然後各種形狀 各種sample 那你最後雕的這個是什麼 SSR 關公閃卡 對 做一半的時候我就想說 靠那關公總要有個關刀吧 對 屌的來了 當年在教我做雕塑的 有一個老塞 他叫文歌 文歌他就是騎摩的時候晃 就到處晃 然後他就騎到我的工作室來 就說 你在做關公喔 我跟你講關公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然後他就說 你要不要去一個駐童場 他說他要去叫我陪他去 我們就開車到那個駐童場 那個人在我頻道出現過 叫阿強 到他的工廠裡面 打開門 他辦公桌門口放了一隻關刀 很老的關刀 就是很舊的那種 小吃的 我就問他說 靠你怎麼會有這個 我會找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說 我不知道哪來 你要送你喔 他根本不知道哪裡 為什麼有這個關刀 對 他說可能是我哥撿回來什麼之類的 但有可能因為駐童場 要把一些舊的料融之類的 舊的容掉 對對對 然後就拿回來 拿回來那個關刀 就跟我做那個關刀比例剛剛好 然後就做完之後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要去駐照了嘛 要翻頭 因為我們在這個行規裡面 就是你要翻字之前 你要先問嘛 問業主嘛 靠他媽的業主是誰 關控 然後我就拿著那個去 來看正面圖 測試圖 剖面圖 然後我就看完之後 OK啊 然後我要寶貝肉肉可以的話 你就給我張個血龜 然後下去就這樣 這樣子 就是很大力的那種 很大力 他覺得這個好 就基本上就覺得好 好酷喔 這就是中國好聲音的感覺 三個燈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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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關公轉身過來 但從此之後也沒什麼感覺 這樣之後 可能就從這一集開始啊 然後拿出來 就忽然訂閱長20 關公粉都來了 大家就想說要訂閱 我昨天做到來夢到 超認真少女 關公叫我來訂閱 然後這一集留言 等一下就是 關公來簽到 藍天公主委簽 藍天公簽 哇那工發揮喔 他忙到什麼 忙到糟 我們這樣開 我們這樣開成的玩笑會支持你 還好還好 反正我明天不太知道 那我們今天拿到公司 是不是要帶大家走一走 對我們不小心聊太久了 聊了一個小時了 這集是什麼紀錄片嗎 我不知道 超認真算命紀錄片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帶我們 檢大師來看我們的公司風水 怎麼樣改善 來了 第一區這算是我們工作區 這邊就是做一些小模型啊 樣本啊 然後之後就會帶到下面去跟人家討論 這個格局很好 格局好 對因為我們講說 這叫明堂嘛 就是一個對外的地方前面要有一個空間 所以你這邊做得非常寬闊 然後剛外面那邊也很寬闊 所以一路叫他這樣對前途是非常有幫助 前途 哪一個前途 兩種都是 金錢的錢跟錢進的錢都是 而且這是一個做北朝南向的一個房子 在現在的這個2021年開始 一路到20差不多可以說43年 就是朝南的房子都是最好的 一個公司的狀態要看他要看什麼位置 這個房子還要看老闆做哪 老闆做哪 然後你剛好坐在朝南房子的柴位 所以你做的那個地方是今年的柴位 真的喔 對就是 對就是我們會把房子分成九個格子 對 所以我剛才問你說你們是對半嗎 一半的話那就是房子的中間嘛 對 那如果你朝南的房子是這樣 就是你現在面朝南 你的右邊的中間那一格就是柴位 柴位應該要放工具 還是柴位應該要放桌子 在今年柴位應該要點火 要點火 柴位要有電 要有火 要有光 對但是你是把神明放在柴位 所以也會忘 那我們來看幾位 因為這是一個正朝南的房子 如果我們都關著通風正向南向進來的話 它其實正對的時候比較好 那我將冷氣從這邊吹算正南方 不算了因為它進壓縮機之後就沒有那個氣 因為他們講那個氣是一種 一個類似電磁波的東西 還是我乾脆這個地方不要變成主要的位置 你如果一直移動就沒有差了 風水是它今年累月對你這個思想的影響 它對你身體狀態的影響 對 所以如果你都人不在這你就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但是神像是你的分身 所以神像是24小時在這裡 它會一直受到影響 那最好確保神像前面要乾淨 所以這個鞋子櫃子可能要 或者把它挪過來一點 或者讓它清掉 讓它看得比較清楚是比較好的 但是神像我沒有在共就是 怎麼樣定義叫神像 就是你把它扔下去頭斷了 你覺得你會有點倒霉就是神像 喔那就是 不管它有沒有開光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你信仰的程度決定 它出問題的程度的影響值 跟吉他一樣 哈哈哈哈 吉他有這個效果嗎 有吉他之神啊 有啊 對你吉他斷斷覺得很大 哇操 哇我的Gibson 壞了 但如果你現在也覺得還不錯 那就先這樣好了 只是你們就是神像前面要清乾淨 你的腦子也會清楚一點 我們讓那個神像看潮牌的鞋子不好 就是你看著潮牌鞋子 可能會爽嗎 我在想 所以如果我看它會爽 就沒有什麼問題 它也會爽 對 但有size的問題 就這個鞋子跟它差不多大 你要想像你看著一個跟你一樣大的鞋子 是什麼感覺 應該是滿爽的 哈哈哈哈 好最後我們就花一點點時間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工業頻道 我們身處在工業環境的人 其實就是屬於在危險當中奮鬥者的角色 你知道全世界每天13個軍人 沒有工業的人多 喔 真的 所以公安問題很值得注意 很多是看不到的 那勞工朋友們怎麼樣 可以藉由比較玄學的力量去保佑自己 我覺得第一個是護身符一定要戴 通常你逢年過節啊 記得就初一十五拜拜 過年點光明燈的時候 點完之後 那個神明可以透過光明燈看到你 點光明燈是點給神明看的 對神明會看著你 你可以光明燈靈指揮的底下 神明會看著你 那我可以拿一個什麼 米洛奇的燈這樣子照著神明 狂打 那我幫你 然後覺得不好意思先生 這有點暫位子 然後你就要帶著那個廟的護身符 那第二個點就是 記得要勤拜土地公跟虎爺 不管是你家小孩啊 大人啊幹嘛 有時候意外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沒有出大事 都是虎爺幫忙 土地公也是屬於這個附近喬事情的 土地公是好人代表的 對所以如果你有些困境幹嘛的 那如果是平常太危險 他還是可以幫個忙 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虎爺 他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說 他不一定要你跟他的調性很像 他還是願意幫忙 就例如說你可以一直拜光光 很講義氣 可是你前陣子幹了一些北蘭事 出賣你的兄弟幹嘛 光光不爽 光光可能會覺得 應該要給你一個 教訓 對但是你一直說虎爺 真的拜這個虎爺還是 就好啦 那如果他不是拜佛道的怎麼辦 但是如果是其他宗教有他們的神 要看他們神的類型 那像如果基督教在人 他祷告就無敵了嘛 他們說事情都祷告 很常用 很常用 對啊 那這是一個方向 好總而言之 平常不做虧心事 半夜不怕鬼 敲耳關 最後結束 欠世頻道 那最後有沒有要給我們頻道 什麼樣的中固跟一些結論 我覺得這個頻道是一個 很真的那樣的頻道 轉下來 因為陽剛位很重啊 陽氣很強的一個頻道 他剛在樓上說 你們這邊非常擋煞 我說為什麼全都是鐵啊 因為我們最常畫煞 就是用鐵去 用銅啊 鐵啊去畫煞 所以金屬很重的時候 就可以畫一些煞 但是我覺得要注意的就是 有時候這個 鋼氣過剩 可能會有一些衝突啦 所以以核為貴 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保持 凡事加核萬事情 以核為貴就會好 好啦那我們就再次感謝 剪少年 謝謝很棒 謝謝謝謝 這次插生少年頻道 也千萬不要忘記 你一定要想要懂更多的學 更多的風水 跟更多的有沒有的人生 歡迎去訂閱剪少年的頻道 但是下一次辦辦公室的時候可以再來 所以我們下次擴廠的時候 或到國外發展的時候 你說2023年嗎 對2023年 2023年會 一發不可收拾 對 那就兩發 好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那魯班這個人 算是物理學家 他應該算是物理學家 跟達文西一樣 達文西 對就是又會做東西 又會畫畫 然後又是個科學家 對 那你知道達文西 米開朗基羅 跟拉菲爾 什麼關係嗎 忍者龜啊 如果不是忍者龜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關係 那你知道拉菲爾是 是他另外台灣稱他叫什麼嗎 他叫紅豆兵喔 紅豆兵 柳丁花 紫葡萄藍天使 對 我不是同一個時代的 什麼東西啊 沒想到23歲的你 竟然也懂這個東西 對 想不到18歲的你也懂這個東西 不愧是少年 失敬失敬 失敬 你出來了嗎 咔一下 CAD就是Greatest at Taiwan 是為新媒體所創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哈密media 並且訂閱CAD 你就可以提早14天 看到我們超人的影片喔 拜拜